現在應該看得到吧 看不到再說 好 這一刀啊 原本的那個手動軸啊 我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 我先拉到需要注意的地方 這裡 有很多人不能開是 這裡 這個 29秒 這邊 注意看喔 注意看右上角的時候 29秒這個瞬間 這個瞬間是可以開星黑的 但是有很多人不能開這個星黑 有兩個原因 這個29開不出來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這邊 注意看喔 31秒 這裡 這裡 這個瞬間 注意看這個瞬間 這個瞬間可以看到小雪正要補TP 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 小雪正要補TP 此時此刻的星黑跟 靈眉的TP都是接近滿的 可是畫面上應該看得出來 星黑是高一點點的 我拉大一點給你們看 這裡 這裡星黑是很微妙的高一點點 有看到嗎 他高一格 所以這個時候小雪的補TP 這個補TP呢 他瞄到的目標是星黑 他正準備要補星黑 然後呢 31秒的瞬間 出去看星黑的動作喔 這裡 有沒有看到 看這兩針的差別 這一針 跟這一針 唉 我手在抖抱歉 這一針 跟這個 黑木的這一針 這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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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要做普攻 這個動作是普攻 對 所以 這一個瞬間 31秒為什麼星黑可以開 因為他普攻 他普攻增加了TP 所以他剛剛差一點點嘛 這邊就可以開 好 那31秒他開出去了 開出去了喔 看好喔 開出去 然後 你看喔 星黑剛剛才開 但是你看他的TP 有沒有 補起來了 這個補起來 原因是因為31秒的那一個瞬間 小雪已經瞄準了星黑 所以呢 在星黑把UB開出去之後 小雪補TP就 還是補出去了 他就補到了這個星黑 所以星黑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TP就起來了 所以 要有補到這個TP 29才能開 如果這個TP你補歪了 就沒有 那他補歪有兩個原因 嘖 第一個原因 在這個瞬間點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瞬間點我們可以看到 新優的TP是 新年凱流的TP 是高一點點的 有沒有看到 他就高一點點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的女僕太軟 我這邊講的太軟 是魔防可能差40 就會有差喔 假設你 假設你的 那個 你的那個女僕 魔防少了40的話 這個地方 女僕的TP 會多一點點 就會變得比星黑多 這個時候 小雪會補TP最多的單位 他就會去補女僕 那 他去補女僕的話 你31秒開完的這個時候 這個時刻點 的這個TP 就會在女僕身上 就會在女僕身上 那你29就開不出來 29就會斷buff 這是第一個失敗的原因 第二個失敗的原因 是往前拉 看這個 50秒 50秒小雪 看到喔 50秒小雪有沒有看到鏡子 注意看這個鏡子的地方 這裡 這邊 注意看這裡 應該看到我的滑鼠吧 這邊這邊這邊 鏡子這邊 鏡子揮出去 往前揮 好 有沒有看到我開的這個瞬間 我開的這個瞬間 他是呈現這樣子的狀態的 所以 50秒的 50秒的小雪的重點是 你要他把這個鏡子 揮到這個狀態的瞬間 開下去 這裡 你如果是 他一啟動 就是鏡子一往下的瞬間 你就開 那太早 那就太早了 這樣子會補歪 你要 這個瞬間開 你這一個50秒你要這個瞬間開 斷小雪的普攻 他在這個31秒的瞬間 這裡 31秒的瞬間 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小雪喊出了他的技能名稱 這裡 他才會在這個地方補TP 所以 這一刀 你29不能開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 女僕練度不對 女僕太軟 第二個 小雪 斷普攻的時間太早 或太晚 所以這一刀的手動 有可能失誤的地方 是在這裡 第一個是練度 第二個是 小雪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很多人會說29按不出來 的原因就是這個 這樣應該懂 這樣應該很好理解吧 我看一下我還沒有入其他的可以來測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四王的 這個四王我是測那個的 對啊 這刀也是 這刀也是有一個地方很細 給你們看一下 嗯 這一刀 的問題是 48補Y 這裡 小雪 那個 露娜 有沒有看到 露娜 這個時候他在補中二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補中二 是因為血量 可以看到下面的血量 新黑的血量不是滿的 這個中二的血量是滿的 對不對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這裡 57秒 57秒酒鬼開UB 這一刀 原本的是57酒鬼UB 如果你57酒鬼UB的話呢 這裡看喔 57酒鬼UB 這邊 有沒有看到 55秒敲這個螺 扛到這個 傷害 然後 54秒UB 來 出去看這邊 新人凱流因為只有三星的關係 所以防禦太低了 他在這個地方會破盾了 有沒有看到 他受到傷害了 然而這個時候你看中二 中二是 中二的破盾的量是比較少 這是54秒開完UB的時候的血量 看喔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中二的血量就已經比 凱流高了 那 48秒要怎麼樣成功呢 出去看這邊 這裡 有沒有看到凱流在幹嘛 他在做一個普攻 這個52秒的普攻 要吸到血 這個52秒的普攻如果有吸到血的話 他就會吸起來 然後就會變成說 他也是滿血 那在這個滿血 這個也滿血的情況下 露娜的補TP 會優先選擇4號位 在有負數人滿血的情況下 會優先選擇4號位 所以他就會補星黑 所以這個地方 原本的 原本你酒鬼如果57秒開的話 你的凱流在這個地方必須要吸滿 他如果沒吸滿 或者是像這樣子無敵 沒打出傷害的情況下 露娜就會補歪 他就會去補中二 那你這刀就爆了 你後面就歪掉了 你後面凱流的buff就斷了 所以 為什麼要把27這邊 27這邊酒鬼的這個UB 為什麼要改成55秒 的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改成55秒敲羅後的話 你就少扛了這個敲羅的傷害 55秒你少扛了這個傷害的話呢 你到54秒這個UB下來的這個傷害 不會破盾 你5隻都不會破盾 所以你這個UB下來之後 5隻都是滿血 那在5隻都是滿血的情況下 露娜就是百分之百 補凱流 百分之百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酒鬼要改 那一個時間點 就是為了在這個地方 讓5隻角色全部都是滿血 讓你的露娜不會補歪 所以這一個軸 的這個 這個 這個軸的酒鬼 改55秒敲羅後 的目的是這個 目的是 減少這個RNG的部分 讓它的成功率提升 這樣應該懂吧 然後還有一刀 我找一下 不是這個 沒有這也是失敗 我有一個成功的 這個我找一下 這個也是失敗吧 沒有這沒按完 欸 跑到哪裡去了這個嗎 那是這個 對 這個是失敗 這個 505 這一刀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505 這裡 很多人在這裡 這邊 這裡喔 注意看喔 露娜補了 凱流 凱流TP 這裡 這個瞬間 出去看凱流的TP喔 出去看這邊凱流的TP 這樣 有沒有 它這個瞬間被補起來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露娜打她 原因是這個瞬間露娜 補了凱流 所以 你在這個瞬間可以開 但是 為什麼這個瞬間 有的時候會歪掉 給你們看一下 出去看凱流的血量喔 在你開始打的時候呢 凱流會因為這邊 被露娜補一次TP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沒有看到她的血量 欸她被露娜打了 她被露娜補TP 所以這個地方她的血量就會 有扣 這裡 那這個地方這個 就是這個 等一下喔 這個損血 這個瞬間 損血是BOSS打她 這個UB開完之後 這個瞬間 露娜打她 所以她承受了兩個傷害 她承受了一個BOSS的範圍攻擊 加一個露娜的 補TP 單體的攻擊 所以 在這個地方 她的血量就不是滿的 有沒有看到 那露娜補的目標是 當前血量最多嘛 所以呢 這個地方她有一個這樣子的損血 那這樣的損血要怎麼彌補呢 就是 你在這裡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做一次普攻 有沒有看到 就是看吸年凱 她在這邊做了一次普攻 就是看她的血量喔 普攻 吸起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她靠這個普攻 把血量吸起來 她的這個血量 比中二高 比露娜高 所以 在6秒的時候 這裡 6秒的時候 露娜開始她的補TP的動作 她就會去選擇 血量最多的人 這個瞬間 也就是 新年凱流 她就會補新年凱流 補 然後可以開 所以你這個地方 如果不能開 就是6秒的這個瞬間 你的新年凱流的血量 比較少 那比較少的原因是因為 你前面被露娜打太痛了 然後你吸不回來 或是你暴擊太少 你吸不回來 所以就會導致 就會導致105補歪 那這個105補歪 最簡單的解決方式是 你露娜跟中二用LINE一點的 你露娜用3星用4星 你中二用R15 讓中二吸少一點血 讓露娜打癢一點 在這個時候的成功率就可以提高 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個重點是 12秒 這裡 這邊 出去看這個瞬間 這個瞬間 可以看到露娜在做什麼嗎 她在做這個靈魂轉移 也就是補TP的這個技能 那她在做這個技能的時候 會去選擇 全隊 血量最高的人 那 目前這個畫面上 可以看到的是 全隊都是滿血 對吧 全隊都是滿血的情況下 她會優先選擇4號位 在這個情況下 也就是新年優衣 她會去補新年優衣 但是 我們12秒 這邊要開 這邊要開凱流 這邊要開凱流 這邊要開凱流才對 所以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新年優衣不能滿血 15秒的瞬間 新年優衣不能滿血 她必須要有損血 她在有損血的情況下 會因為4號位有損血 那露娜的補TP規則 就會跑去補凱流 所以她在15秒這個瞬間呢 凱流一定是滿血 因為凱流吃了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回血 她吃了新年優衣的回血 所以凱流這個時候 一定是滿血的 絕對是滿血的 所以這邊不是凱流的問題 這邊是新年優衣的問題 新年優衣這邊不能滿血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這支新年優衣是4星的 她必須要是3星 在這個地方 她如果不是3星的話 這個15的這個瞬間就會補歪 那補歪的話 你12這邊就打不開 這裡 這裡就會點不開 所以為什麼這一刀 強制要3星 新年優衣 為什麼強制3星 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的點就是在說 這個15秒她不能 不能滿血 重點在這裡 所以這一刀的兩大重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選擇 是一刀的 這個嗎 這是一刀的 是一刀的